Hello,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最近无聊的时候 我都会翻看中国的社群平台 像是微博、抖音、小红书 长长以后看到一些无厘头 蛮搞笑的一些贴文 像是宣传中国护照有多么好用 其实这是内宣的文章 就是对内宣传 因为内部有很多的中国人 他们是没有出过国的嘛 未来也不会出国 所以你不管怎么吹嘘的很夸张 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实际使用过中国护照 所以这些文章就是内宣的文章 那最近呢,我看到一些贴文了 也不知道是演算法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把这些内宣演算法 推给了一些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几篇这种类似的文章啊 就翻车了 我们看到这种内宣的文章下面呢 都是一些海外的中国人 中国的留学生 就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因为这些人是真实使用过护照的 不像那些小粉红在国内 也没有用过中国护照 却吹嘘了中国护照 好棒棒 那我们就看到这些真实 出过国在海外留学的 这些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分享了什么经历呢 就有中国留学人留言说 自从拿到中国护照后 我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去哪里都要办签证 哪怕是去东南亚小国家 中国护照去哪里最方便呢? 答案是中国 中国护照去中国最好用 以上是我清测的经验 中国护照想要去一个正常的国家 犹如等天 所以也不知道 有些人天天在洗什么 其实那些说我们中国护照最好用的人 根本自己都没有护照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出过国 还有人说 当初听说中国护照全球最好用 结果出国后才发现 最方便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国 回国最简单 其他地方简直就是做梦 还有人说 那些说中国护照好用的 估计连护照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现实是 去东南亚小国都要办签证 还不如拿个柬埔寨护照 至少东南亚通行无阻 这个确实是的 因为我们家就是我当初办护照的时候 我们家里人也不知道 办护照什么是护照 是什么样的文件 对他们也不知道护照用来做什么 所以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出过国 他自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文件的原因 谁会知道护照是干嘛用的呢 对吧 生活中用不到 还有网友留言说 中国护照在海外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 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永远打不通 虽然你持有了这个护照 可是你打给大使馆又打不通 你要这个护照有什么意义呢 经常在电视上吹嘘啊 有一本中国护照虽然不能带你去很多的地方啊 但是它有很强大 有一个伟大的祖国在背后支撑着你 现实是呢 这些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困难的时候 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 就经常打不通电话 接不通 我们不要看中国电视上 经常会看到中国的大使馆 怎么去救学生啊 怎么去帮忙解决问题啊 这些都是个案都是个例 我们讲的就是普遍现象 那这个人我们在看他说 他说中国护照在海外最大的问题之一啊 就是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永远打不通 感觉我们护照就是为了回国用的 其他时候基本没什么用 还有人说 每次听到有人说中国护照好用 我都想问 你出过国吗 大部分人都没有办过护照 难怪觉得好用 那说到出国啊 不仅要担心签证问题 还有网络安全的问题 当然这个不仅是出国啊 在中国国内网络 几乎是没有隐私可言的 关心网络安全跟隐私的朋友 都可以使用今天我们节目的赞助商 NordVPN 只要你觉得不好用 你可以无理由退款 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出国嘛 出国的开销啊 最大的就是饭店 但是如果你只要用到了NordVPN的话 我就会把我的IP设定为一些穷的国家 比如说印度啊 当然对印度没有其他的意思啊 一些非洲的穷国家 我们的价格会相对较低 因为这些国家 他们的人均所得收入本来就低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价格自然就要优惠的很多 还有一个常见 出现在一些YouTube Netflix 等等的这些串流音音平台 不管是看影片聚集的 还是Spotify听音乐 比如说像我这个YouTube Premium 一年好像只要30块人民币 不到150台币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偏呢 就是我把我的IPNordVPN定位到了尼日利亚 透过尼日利亚价格去购买 所以非常简单 只要你下载NordVPN 你只要点选荧幕下方的连结 Mr.Chan 或者是点选说明栏里面的连结 包含在C例上获得高达20GB数据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解锁VPN带来的生活好处吧 那我们接着看呢 还有网友连说 每次申请签证都像是在参加一场考试 各种材料各种证明一不小心还会被拒签 真的希望有一天能轻松的说走就走 这个就像洗了我当年申请美国签证 申请韩国签证的时候 满地的材料 又是什么财产证明呢 又是什么大学的学历证明呢 又是各种各样的 甚至有些人还要准备那些车产证明 房产证明 结婚证 就是证明约束你不会滞留在海外 比如说结婚证的目的就是说 你证明你在国内有一个老婆 有一个老公 对吧 所以说你这次去美国旅行 你肯定还会回来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准备结婚证呢 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证件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 那还有网友留言说 每次听到中国护照持有人 也就是中国公民啊 人在海外遇到问题 我都想说 试试打大使馆电话吧 祝你好运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能顺利打通的 还有人说 有一次在国外遇到麻烦 打中国大使馆电话求助 结果电话那头一直是盲音 后来才知道 这叫国际静音模式 专用于中国各地区的领事馆 还有网友留言说 我在国外遇到的问题 打了无数次大使馆的电话 都没有人接 感觉这护照除了回国方便 其他的时候就是摆设 还有人说 在国外遇到紧急情况 打中国大使馆电话 简直像中彩票 不是接不通 就是让你等 等到最后 你只能自求多福 自己放弃了 还有网友留言说 打中国大使馆电话 总是战线终于接通了 说自己是大陆来的 结果被冷处理 朋友教我说 我是台湾来的 立刻态度变得超好 看来想要问题快解决 得多练练台湾腔 还有人说 我也打过大使馆的电话 好像都是在打鬼魂热线 一直没有人接 后来学很多人说 声称自己是台湾同胞 我说我是台北基隆的 结果立刻被召唤 原来大使馆 特别关心台湾同胞 我在美国留学 台湾朋友拿台湾护照 随便走哪都免签 我拿大陆护照 得准备一堆的签证材料 有几次还被审核很久 搞不好 有时还会被拒绝 真的怀疑 我是不是办了个假中国护照 不用怀疑 你办的绝对是中国的护照 如果你的护照办的很好用 那绝对不是中国护照 你只要觉得你的护照不好用 那肯定是真实的中国护照 对不对 所以不用怀疑 这绝对是真的中国护照 还有人说 坐标加拿大 每次看到台湾同学 轻松出入各国 咱大陆宝子们都羡慕不已 相比之下 我拿着内地护照 就像拿着国际签证申请表 压根不是个护照吧 专门用来受罪的 那大家对于中国护照 以及你们持有台湾护照的朋友们 你们出国的时候 是有什么的感受 你目前有些大陆网友 你们分享一下 你们真实实用大陆护照的一些体验 那以及一些没有出国国的大陆朋友们 用着VPN翻墙出来看我影片的 今天就可以换掉VPN了 就用NordVPN 不仅价格便宜 还可以免费使用 还可以免费退款 你知道中国护照多值钱吗 它甚至是无价的 很多外国人想要花钱取得中国护照 但是结果很显然 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 因为中国不接受投资移民 所以它是无价的 然而我们作为中国人 几乎花不了多少钱 就可以办理中国护照 因为几乎是免费 所以这一点来说 它也算是无价的 中国护照虽然不能把你送去很多地方 但是它却能把你从世界 任何一个角落带回来 因为中国强大了 从中国撤销的态度上 就能看出中国政府 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在海外任何角落遇到困难 别人都不会帮到你 但只要你拿出中国护照 中国大使馆就会第一时间帮助你 这是其他国家办不到的 韩国人对此也表示羡慕 同样是红色护照的日本 也表示做不到这一点 当然 我们的台湾同胞也表示羡慕 因为某些政治问题 台湾同胞现在还没有办法 取得中国护照 相信未来祖国会解决这个问题 让两岸人民都能取得中国护照 有些人会说台湾人 现在自己制作的所谓的台湾护照 很好用 含金量高 但是试想想 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 中国免签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 而且台湾的免签国大多是盟友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是因为利益走在一起 但古话说得好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总有一天利益会出现变化 那时候台湾人也会明白真相的 另外 因为我国很多人都没有护照 所以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中国护照现在也能去很多地方了 只不过大多数是偏向于自然风光的国家 甚至是整个非洲 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护照免签了 相信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 中国护照还能去更远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等中国崛起了 更多的国家都会想要来中国 甚至是想方设法取得中国护照 那时候来中国会越来越困难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把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拜拜